和長輩PK體勢能 台北市長柯文哲最後關頭力量用盡 成績小輸給老人家 緊接著參觀日間工作坊 了解生長者日常作業活動 齊嚴長青樂活大樓正式啟用 渴望成為北游區的社福新地標 我們台灣人口從75歲上人口 從70%到20%只花了30年 事實上要應付一個突然人口結構的 巨大變化來看 坦白講這是未來幾年內 台灣的各級整理要去面對這個 運作的事情 這座大樓是全台唯一純住宅生態區 規劃作為長照社福使用 透過科技智慧照顧 真正落實在地安老 提供健康 雅健康 到失智失能的連續性照顧體系 讓不同年齡及族群的人 有機會彼此接觸與互動 這座大樓設計 它意思是說 它提供不同程度的這種照顧 你還要當這個基地 用這個基地在卡路旁邊 因為有些日間照顧重機 也設在學校裡面就可以 所以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這種北區 在北樓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地 面對超高零化社會的挑戰 齊岩長青大樓以社區共融的新生活模式 藉由長照烘焙站 綠化餐廳 親子活動區等設計元素 提供跨世代交流活動場域 打造台北慢老新典範 記者劉翔廷 台北採訪不到